我接觸了佛法之后 我也有跟我的女儿说 当时她们是几岁大 我就说你不要一样东西都分 不是对就错 我说未必一定是会绝对对绝对错 我说这个不需要刻意地去分 我有朋友在旁边听到我这样教女儿 就骂我 我说你有没有搞错 你搞到她小时候 你搞到她是非不分 我说不行 我说不是叫她是非不分 而是不要每次都一定要立刻判断 这件事是绝对对或者绝对错 我说其实没有这件事